大家好欢迎来到蒙鹿玩具 奥斯卡曾经可是对七宝琉璃宗充满着美好幻想 因为这里面有着对宁荣荣满满的爱 只可惜当奥斯卡于史莱克七怪 真正获得高级魂师精英大赛的冠军之后 本来是开心的加入七宝琉璃宗 却不曾想这才是奥斯卡感到绝望开始 由于自己是辅助魂师 所以不能与宁荣荣结合在一起 无奈之下奥斯卡只得很下心来 与宁荣荣定下一个十年之约 在这十年的时间里面奥斯卡势必会做出巨大改变 而七宝琉璃宗方面 其实并不反对宁荣荣与奥斯卡在一起 只不过是现在奥斯卡还未达到迎娶宁荣荣的条件 但十年的时间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即使是逆天改命也不是幻想 于是奥斯卡为了改变自己 身为纯辅助魂师的命运 独自一人前老未知的远方 但能够改变命运的机会对于奥斯卡来说并不多 由于自身香肠五魂本质是没办法改变的 所以唯一的寄托 便是在今后的每十集吸收的魂环当中 因为魂师的魂迹便是直接取决于今后的修行方向 不过奥斯卡运气还不错 在外面闯到没过 多久便遇上了一位七十多级的魂师浩特 有了这位朋友的帮助奥斯卡 也可以专心的寻找自己想要的魂环 不过奥斯卡似乎是在第六十集的时候 才意外获得镜像兽的魂骨 若是此时的镜像兽没有爆出魂骨的话 那么奥斯卡就只能继续等到七十集 才重新获得机会了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 奥斯卡五十集阶段吸收过魂环 但最后是以失败而告终的 所以奥斯卡这次才非常的重视自己的第六个魂环 而从奥斯卡与浩特队长 聚集的魂师小队来看 似乎他等待着致敬 享受已经很长时间了 此时的奥斯卡想必也是倍感压力 若是努力了这么久 还是获得不了想要的魂迹 那么自己与宁荣荣定下的十年之约 怕是没办法完成了 毕竟现在已经过去五年奥斯卡 才拼命达到六十集 若是这次失败之后 奥斯卡或许再也没有机会改变命运了 毕竟在接下来的五年当中 他能不能在约定时间内 达到七十级还不一定 更何况还要寻找到 可以附加攻击类魂迹的魂兽 但幸运的是 奥斯卡在镜像兽身上 吸收了一块魂骨 拥有了镜像其他魂式的能力 最后也因为唐三招募进入新唐门的原因 直接拒绝了七宝琉璃宗的邀约 好了今天的节目 就到这里我们下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